这部电影绝对是邵氏为数不多的香艳恐怖片 即恐怖青涩于一身 片中女演员邝美宝和王小峰卖力的出演 更是让电影有了十足的看点 电影开始 破旧的房子里住着一对鬼母子 在平时 母子两人经常会邀请各路朋友来到家里用餐 为了活跃气氛 母子两人还特意把家里布置成酒吧的模样 原来女阿飘在生前曾经是一名在酒吧的服务员 就在众鬼开心之际 突然一阵开门声传来 原来是新户主前来看房子 没有办法地中鬼 只好赶紧把房间恢复原貌 随后 进来一对年轻的夫妻 两人还带着一个女儿 妻子的肚子里 还有一个小娃娃 两人在看过房子后 感觉非常满意 因为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就这样 夫妻两人决定把房子租下来 可就在女主人打开窗户的时候 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山坟 看到不远处的坟地后 女人就有些割印 本想着一走了之 可因为丈夫是一名警察 对鬼怪之说压根不信 就这样 他们一家四口 便租下了这栋房子 没几天 他们就搬入新家 而惊恐的事情 也将随之而来 就在这天妻子阿秀回家 不成想 一个女人在楼梯处 拦住她的去路 阿秀好言好语地 让对方相让 可是对方压根就不理她 接着阿秀定睛一看 对面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房子里的女儿飘 被她这么一下 阿秀一个没站稳 直接就在楼梯上面滚了下来 很快 阿秀被送往医院 可是腹中的孩子没能保住 而丈夫来到后 看到妻子的样子 不仅没有一点安慰 反而质问她 丈夫问她 到底看到了什么 阿秀哭泣地说道 自己看到女儿飘了 听到她的话 丈夫略显愤怒 她大声说道 你近视六百多度 也能够看得见 不难发现 丈夫压根就不相信 阿秀的说辞 看到丈夫的不信任 阿秀异常难过 可是她又不知道 该如何辩解 过了没多久 阿秀出院了 但生活仍要继续 就在这天 阿秀来到厨房 诡异的一幕再次出现 她刚进门 就看到那个女儿飘 正在拿食物 为自己的孩子 看到这一幕的阿秀 顿时救下的大声尖叫 抱着女儿 就往外跑 刚来到楼道里面 阿秀就遇到了自己的邻居 邻居看到她惊慌失措的样子 就上前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当邻居看到 阿秀怀里的孩子后 立马就说道 你怀里面抱的是谁 怎么不认识她呢 阿秀定睛一看 自己的怀里 抱得正是女儿飘的儿子 阿秀二话不说 直接就将她丢给邻居 然后快速跑到房间 寻找自己的女儿 可是当阿秀来到房间后 电视机就突然爆炸了 而他们母女两人 也被那对鬼母子上了身 这边 丈夫老李正在抓捕犯人 突然一个女人 站出来阻止他们 老李看到女人的样子 害怕她有什么危险 于是就劝说她 赶紧躲起来 别看两人刚刚认识 可他们相谈甚欢 女人不仅夸赞自己 年轻时貌美如花 而且还是一个万人迷 说着就把自己 年轻时的照片 拿给老李看 当老李看到照片后 他发现照片上有两个人 而另一个 就是家里的女儿飘 所以不难发现 女人肯定跟那个女儿飘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小夫妻贪图便宜 竟然在坟场旁边 租了一间房子 可就在他们住进去不久 家里就怪事连连 不仅逝去没出生的儿子 妻子和女儿也被鬼母子上了身 就在老李把照片还给女人的时候 他无意间把腰间的手枪露了出来 女人看到枪后 情绪立马就变得异常激动 直接拿起旁边的东西 砸向老李 在扭打的过程中 两人同时在楼上掉了下来 女人当场死亡 老李则是扶大命大捡回来一条命 女人刚死 已经被女儿飘附身的阿秀 就来到停尸房 找到女人的尸体 不难看出 他们两人的确有一段渊源 接下来在阿秀的嘴中得知 原来他们两人生前是一对情敌 这边 老李回到家里后 发现家里的家具摆放 全都换了位置 而妻子阿秀一改往日 他不再戴着超难看的眼镜 并且还非常浪漫地 给老李做了一顿西餐 看到阿秀的种种表现 老李的心中顿时就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 而女儿 如今也是性情大变 她变得彪悍无比 只要有人敢来欺负她 她就果断将其吓个半死 可其中一个小胖 根本就不害怕 而且还一直在挑衅她 可下一秒 女儿就将小胖打出五米远 反应过来的小胖 顿时就下的屁滚尿流 就这样 老师通知家长 很快老李和小胖的母亲 都来到学校 可此时的女儿 又变得乖巧可爱 根本就不像能够打过小胖的人 来到车子上 老李就问到 女儿是不是她叫人来打小胖的 不成想 女儿却说 是自己一个人把她揍得鼻青脸肿 听到女儿的话 老李若有所想 一个小女孩 怎么可能将一个小胖子 揍成那样 在看到妻子女儿的诡异后 老李就把同事带回家帮忙看看 可两人来到厨房后 正好看到对面房子里 正对着他们家做法 这时两人发现在厨房窗户下面 正有一只死猫 第二天 同事就给老李介绍了一位法师 法师一见到老李 就看出来他的事情 就这样 法师拿起工具 就来到老李的家里 在房间里面探查一遍后 法师告诉老李 这是一座鬼宅 法师还说道 不应该啊 你们一家搬进来后 你的妻子就应该死掉 他之所以能够活下来 完全是因为负重的胎儿 替他挡了一截 而现在房间里面的 摆设杀气非常重 所以 在这里面的人 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 接着法师又说道 这座房子里 最起码还要再死三个人 法师说完后 又问到老李 你们家还剩下几个人 老李听闻就说 不多不少正好三个 听到他的话 法师直接说道 那就是灭门大祸了 如果想要破解房子里的杀气 就必须按照法师说的摆放家具 而且还要算准时辰 再进行摆放 而且还在要准备一只猫头鹰 因为妻子鼠鼠 所以 普通的猫咪 已经镇不住他了 所以必须 要用会飞的猫 到了晚上 老李为了不打草惊蛇 于是叫来几个人 在一起打麻将 顺便等待重新摆设的时间 很快时间到了 接着几人 就赶紧按照法师的方位 重新摆放家具 就在他们刚刚摆放完毕 屋子里的阿秀就有了反应 法师看到后 就先稳住阿秀 然后趁他不注意 用手铐将妻子 靠在窗户上面 少事经典老电影 估计绝大多数人看了之后 半夜睡不着觉 恐怖程度 维亚于午夜凶灵 绝对是80后的童年阴影 虽然法师将阿秀给靠了起来 可是这又 怎么可能困得住他呢 只见阿秀一用力 直接就把窗户给扯了下来 老李健壮 直接就把提前准备好的黑狗 血泼在他的身上 接着法师来到跟前 帮妻子驱鬼 很快 女儿阿飘就被法师制服 可是他们却忽略了鬼子 如今 女儿已经被鬼子上身 只见他直接就扑向法师 不难看出鬼子的力量 明显要比鬼母强不少 只见他轻轻一用力 就把法师给扔到窗外 此时 鬼母也已经恢复过来 一把就抓起同事 也直接扔了出去 如今房间里面 只剩下他们一家三口 就在阿秀和女儿 靠近自己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地上的老鼠 接着老李 直接就把老鼠扔给猫头鹰 猫头鹰看到猎物后 直接就将老鼠的头 给拽了下来 接着 猫头鹰又朝着阿秀扑了过去 由于惊吓过度 女儿阿飘被迫 暂时离开阿秀的身体 而鬼子也离开了女儿的身体 经过这件事 他们已经不敢再在这里居住 于是他们一家三口 就来到酒店暂时住下 原以为来到酒店 就能安全一些 可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女阿飘很快又找到他们 老李看到后 顿时就下地逃出酒店 妻子女儿也不管了 可就在老李跑出来的时候 正好遇见一名老外 原来这个外国人 也是一个法师 而他此次出现的目的 就是为了女阿飘母子 原来他是一名 美国军官的朋友 在当年 军官来到香港度假 认识了女阿飘 很快两人就在一起了 并且还发生了 不该发生的关系 可那名军官 压根就没想和他结婚 在他的心里 就是想玩玩就算 没多久 军官果然偷偷地离开香港 可最近那名军官 得了一种奇怪的病 如今的他 没有往日的神采 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骨架 而且他还经常能够 梦见女阿飘来找自己复仇 很快两人就来到 女阿飘生前工作的地方 在这里 他们得到一封 女阿飘生前留给军官的一封信 信里面写着 女阿飘有一个六岁的儿子 而且 他们母子两人 还是选择在军官生日 那天自尽的 信中还写道 我们有一个六岁的儿子 以后我肯定会让儿子亲自去找你报仇雪恨 我们俩选择自尽的那天 正是你的生日9月19 老李看到这里后 就对法师说道 我也是这一天生日 所以不难看出 女阿飘要把老李当成替身 这也等同于自己报了仇 到了第二天晚上 法师就带着各种法器 来到老李家里 经过法师的探测 他们在墙里面 发现了女阿飘的尸骨 随后 法师开始做法 他要用两人的尸骨 将他们母子两人全部引出来 只见法师拿出法器 直接刺在尸骨上面 这边鬼子顿时就有了反应 很快女阿飘就带着儿子来到鬼宅 经过一番交战后 女阿飘和儿子最终魂飞魄散 而老李的妻子和女儿 也恢复如常 电影到此全部结束 披霰 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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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